回答執行長黃仁勳和台積電創辦張中某私下 交情相當不錯 而先前也傳出黃仁勳離開台灣後 直接前往夏威夷的豪宅度假 其實連好友張中某在當地有別墅 過去在農曆新年都會特別過去 不過在去年的5月已經將房子售出 今年特地留在台灣過年 不難發現台灣是他退休後最愛的定居地 而根據顯示夏威夷的房地產相關資料 張中某和妻子張淑芬持有的別墅 約600多坪 當初以388.9萬美元相當於1.2台幣售出 這個面積是相當的寬敞 好 歐洲台灣形象展在10號在柏林登場 而同時也進行了半導體論壇 雙方德國跟台灣將針對未來的發展進行討論 在同時德國矽谷協會的顧問也發表了 他說他非常歡迎外國的企業來到德國投資 只不過面對半導體的人才短缺 他也發表他的看法 帶您來聽 好 那除了說我們要廣納心血之外 要怎麼培育人才也是相當的重要 也因此冒險董事長黃智芬 他也提到了人才要怎麼培育呢 他有他的看法 帶您來聽 人才培育我們國內六所大學都成立了半導體學院 那從今年3月開始就已經開始引進歐洲的大學生到台灣 那今天有好幾個講者也都提到這個計畫 好 我們了解到的是德國常在2027年會開始進行量產 而這個部分德國跟台灣都有進行相關密切的合作 所以德國的政府以及台灣政府還有七首這個台大 都將針對德國的三所大學總共是30幾位的學生 都送到了台積電來進行實習 以及進行一個學期的學科訓練 將在之後會有密切的合作及發展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 再把時間交還彭林 總統蔡英文親自頒授象徵國家最高榮譽的中山勳章 給台積電創辦人張周謀 感謝他六度代表出任APEC經濟領袖會議 因為他的遠見與宏觀 台積電的創新商業模式 不但帶領了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談到這位好朋友張周謀讓台灣站穩在世界舞台 眼看政權即將在520交棒 准政副總統賴清德蕭美琴一同觀禮 總統也作求憑與賴清德搖耳朵 賴清德主動上前與張周謀舉杯寒暄 其實在一進門賴清德就把握機會 也讓張周謀喊話需要政府協助 台積電面臨資源的挑戰 土地、水、電、人才等等 都需要政府及閣界的繼續支持 畢竟在地緣政治變局下 在3號發生了花蓮強震 也讓台積電部分廠區第一時間疏散暫停生產 但扮演全球90%的最先進製程晶片 在沒有任何有效的替代廠商下 一出現短暫停頓 都有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 很樂意看到台積電跟美國有更多的合作 但另外一方面這樣子的合作不應該以台積電 放棄其他生產區點或其他市場機會作為代價 美中台的晶片戰怎麼平衡 是賴政府上任後的一大挑戰 TVB新聞許家瑞銀萱台北常報導 穿著一身紅色博士學袍開心接過診書 我也得感謝張創辦人特別從台北趕來 講一些我在公司沒有聽過的褒獎的話 上台一開口至辭就鬥得全場大笑 他是台積電總裁魏哲嘉 也是接下來的董事長 二十九到下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舉辦為褒獎名譽博士學位的頒獸典禮 台積電創辦人張周萌 鴻海董事長劉陽偉等人 都一同到場祝賀 工具執行也是我覺得這個陽明交道 也是做了一個好的選擇 為褒獎畢業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之後到美國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1998年進入台積電 2018年成為總裁 與劉德英接下領導重任 開始了雙手掌制 而董事長劉德英日前宣布 六月退休 魏哲嘉也將接任董事長 全面掌權 不過他透露 最一開始還想過要當醫生 但就在某次跌倒 發現自己會怕血 一個人要知道自己 什麼會做 什麼不會做 當你看到血 就會溫到的時候 你就最後不要去做那個行業 不管是殺豬的跟醫生也差不多 都會看到血 之後還有考慮過建築物 但發現自己沒有藝術天分 最後才會讀了電機 秉持兩點積極做事 謙虛做人 但也不會因此無趣 大家對他的印象 反而是幽默圓榮 也讓員工們期待 接下來會以何種樣貌 帶領台積電 另外三月也迎來新的人事變動 由兩名副總經理明日傑秦永沛接管共同營運長 人事重新佈局 台積電也將努力守住半導體產業 世界第一的領先地位 TVBS新聞 陳氏銘蘭婷新竹天文報導 我的記憶回到1968年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一瞬間把記憶拉回50年前 台積電張忠謀第一次造訪日本 當時他還是德儀的副總裁 負責IC產業 推動了德儀還有SONY之間的合資 這一幕讓台日媒體很難忘 50年後要帶來更好的消息 台積電插起雄本 設場了 開幕典禮上創辦人張忠謀 董事長劉德英以及總裁魏哲嘉 都親自上台致詞 表達對全球布局的重視 張忠謀相信設場計畫 可以進一步提升晶圓供應鏈的韌性 加上AI的推動下 需求量讓他又緊又洗 他們不是在說千萬或甚至十萬萬 他們在說法 我們需要很多法 我們需要3法 我們需要5法 我們需要10法 判準龐大需求量 豐田汽車也宣布要加入投資 持有2%股權 為汽車工業還有消費性電子產品 提供了晶片需求 而日媒也認為 台日雙方的文化相似 未來合作值得期待 張忠謀雖然已經退休 但對於半導體產業以及台積電 還是牢記在心 考量他已經92歲 這次特別派專輯接送 還是快閃當天來回 而夫人張淑芬並未陪同 除了參加開幕典禮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等要員 也場著要跟他會面 護國深山台積電的全球布局 再畫上光榮一筆 體驗新聞中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